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像是路级 铁轨 还有泥泞的土地 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你看其他单位到年关三十应该回去过年了 咱们是到年关是越来越忙了 原来上班有三十多年了吧 也不知道是八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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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个三十晚上没在家和家人过过了 也记不清楚 买完也就习惯了 等以后退休了 在家就好得再陪一陪家人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雨飞 松树湾隧道是龙海铁路上的一个隧道 它位于甘肃省定西线西南21公里 长2224.3米 这个隧道是上个世纪60年代建设的 由于受当时的施工工艺限制 隧道自建成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渗水问题 一到冬季 这些渗水点就会结成厚厚的冰墙 威胁列车安全 兰州铁路局定西公务段有这样一群进出隧道的打兵人 他们每天都要在隧道中步行10公里 不间断的为隧道除兵来保障列车安全 为龙海铁路松树湾隧道除兵 是从2008年那次罕见的冰雪天气开始的 龙海铁路是贯穿我国东中西部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干线 使内地通向大西北的咽喉要道 2008年那次雪灾造成松树湾隧道发生冰害 使得龙海铁路天然端 以每小时45公里的线速运行长达十多天 给客户运输造成巨大损失 打那以后 每年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3月末 100多天时间里每天都不例外 2016年2月7号是除夕 清晨5点天还未亮 兰州铁路局定期公务团的工人们已经列队 准备开始去松树湾隧道除兵 今天是2016年2月7日 也就是除夕 咱们呢进行了班前安全教育 首先呢 下面呢进行点名 唐凯到 孟永成到 41岁的马滇铭 定期公务团定期桥路工区工长 每次除兵的具体任务都是由他下打的 下面呢 首先呢 说一下今天的作业项目 今天作业项目呢 是隧道检查机 隧道称气除兵 还有测钩撒盐 今天作业里程呢 是下行 龙海县下行 1587加400 至1590加00 除了交代除兵的任务和要求 马滇铭还要求防护员 对信号灯 对讲机和口笛等防护用品 进行了认真检查 确保防护用品齐全有效 来发防护员 三色信号灯 电量充值 使用正常 双色信号齐 齐全 电号座联络员 正健华对讲机通话正常 设定齐全有效 在闭车的过程中呢 严禁将工具 料具 请放在 请下位置 班前的安全教育 是公务段每向工作开始前的必修课 即使是到隧道储兵 安全注意事项和作业项目等工作 也要一一传达到位 五点半刚过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马滇铭带着八名工友 拿着阳稿 兵稿 铁鲜的工具 抬着两袋50斤重的储兵盐 冒着严寒 从筑地 向松树湾隧道走去 五点五十分 大家来到了龙海县下行 K1587 加700的松树湾隧道东洞口 护网外 下面 咱们来 大家对往一块站 往一块凑一下 咱们来进行 往外的这个拍照 马滇铭使用的是一部铁路专用的GPS定位手机 它可以实时向作业现场的图像信息 上传之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 这是铁路部门 将高铁安全管理模式 引入到朴素铁路日常运营的一种游异尝试 除夕的早晨 铁道边异常寒冷 职工们带着储兵盐和工具 有序的前往隧道口 还没走出多远 防护员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这个警报声是通知大家 马上有一列火车通过 所有的工人不得不在线路旁列队 列车呼啸而过 隧道口刮来瑟瑟寒风 在隧道口 马滇铭首先查看了 刮在洞口墙壁上的温度计 今天早上温度是零下15度 咱们早上一般也就是 这个6到6点多 这个时间段是隧道的温度 隧道口的温度 这个最低的时间段 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个时间段 对隧道口的这一块进行检查 在确认没有列车后 马滇铭再次清点了职工人数 带领人员进入隧道 开始储兵工作 隧道内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工人们只能用手电筒的灯光照明 但是工人们 却可以在枕墓上快速行走 这已经走到多少年了 已经习惯了 几乎每天要走十公里左右 不是春游的 有时候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来 咱们这个摸着黑 也能把它走出隧道 除夕这一天 已经距离立春过去了三天时间 随着白天气温的回升 松树湾隧道洞内结冰处 出现了渗水现象 到了夜间气温降低 渗出的水又在隧道壁上结成冰柱 马天明他们边走边看 对发现的隐患 逐一登记 及时进行处置 昨天检查的时候 8号壁下通还没有这个现象 还没有渗水的这个现象 今天你看过来以后 已经有流水的这个现象了 继续加上检查 行 隧道内部 结冰点越来越多 有的在洞壁 有的在拱腰 有的在隧道边墙底部 职工们挥动着手工的工具 合力将这些冰击碎铲除 师傅 师傅 这个像这个地面结冰这种情况 咱们洞子有多不多 今天 今天 这可以不用化的 不太多了 像这个冰咱们一般是怎么处理 就是把不起现这块 化的话 就不能准备 从这个眼就下去 排走了 王强是一名刚刚入职不久的工人 别看打冰工作看似简单 但是在隧道里土冰 脚下就是铁轨 稍有浮身 就是影响列车的行车安全 就像这个 边墙上的这个冰柱子 在敲击的过程 清理的过程中 一定要在侧面敲击它 连接咱们在正面 用咱们的冰稿 进行敲击 按照马甸明的提示 王强很快掌握了除冰要领 敲打几下之后 一大块冰柱被打了下来 王强和工友 立即将散落的冰块 而收集起来 集中存放 以便清理 楼海间车流密度大 尤其是松树湾隧道所在的天水至兰州段 平均五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 所以 除冰工作 经常被通过的火车打断 每当有列车接近时 现场防护员都会吹下警报喇叭 让大家吓到彼车 火车裹挟着狂风 使进隧道 冷风打在脸上 如同针扎一般 冰凉刺骨 列车高速驶入隧道 仿佛活塞压缩一样 隧道内的气氛 骤然升高 每个人都感觉 耳骨发胀 十分难受 而此时 马甸明却站在 闭车洞最外侧 迎着寒风 用手电筒照着线路 认真地观察着火车运行情况 在闭车的过程中 主要这一块 也是我们多年养成的习惯 防止在车辆运行的过程中 防止车体的坠落及声色伤人 再一个 咱们主要看一下 在动态情况下 钢轨的连接 是否有松动 状态是否良好 在工作的两个小时中 防护员先后八次 吹响过车警报喇叭 打兵工作就这样 在时段时序中进行着 在即将到达隧道西出口时 隧道顶部悬着的一个冰柱 让工人们吓了一跳 这个冰柱因为靠近隧道口 一旦白天气温回升 这个冰柱随时有可能掉下来 影响列车安全 马天明立即通过对讲机 联系防护员 老郑我检查了1588加800有冰柱 工地有一个冰柱 我看了看挺危险的 你抓紧 我这电话也打不通 你抓紧给住站联络员呈慌 通知想让团营防空机 抓紧时间来处理一下 防护员郑建华 迅速将随身携带的磁石电话机 连接到隧道内应急通话柱上 将险情向住站联络员进行了通报 住站来人员成虎 通堂下行可以由88加800处 工地发现冰柱 立即通知接受法来处理 8点20分 马天明他们将洞内所有处兵的处所 任职检查一遍之后 顺利结束了上海的工作 步行返回了工具 说实际上隧道是 隆海县海拔最高的地方 这个隧道 传选大于第二个 必须这个地方常年缺水 但是这个地方 价值特别丰富 每年冬天 隧道里面称之几家兵 这边是2018年的时候 发生了个地度灾害 咱们在隧道里面一起抢险 出站以后 我们每年就安排一个检查监控 出币小子 这个地方住手 介绍打兵 除席之夜 打兵人隧道内除兵 确保龙海铁路安全运行 这已经走到多少年了 已经习惯了 几乎每天要走十公里左右 不是春游 有时候再没有灯光的情况下 咱们只要摸着黑 也能把它走出隧道 顶峰冒雪 伸手不见无止 脚下是路级 铁轨 还有泥泞的土地 路线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人家其他单位到年关三十 应该回去过年了 咱们是到年关越来越忙了 我上班有三十多年了 也不知道是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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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个三十晚上 没在家和家人过过了 也进不清 没了 你习惯了 等以后退休了 在家就好着再陪一陪家人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隧道内除冰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除了打冰 工人们还要随时注意身边飞驰而过的列车 冬天里隧道的气温要低到零下二十多度 整整八年的时间 打冰人就是这样 顶峰冒雪保障着列车的安全 2016年除夕的早晨 马甸明和八个工友还在岗位上坚守 由于隧道内没有手机信号 所以在结束隧道内的除冰工作 返回工区的路上 工人们拿出手机与家人联系起来 喂 儿子 在家了吗 说你妈都在了吗 你还怕好了吗 爸爸今天又回不来了 上班的 好了 你都好是吧 哎 工友没信号了呀 哎 咱们在找个地方再打了 每天早上出兵 工人们一直都是饿着肚子去干活的 只有干完活才开始张罗早饭 由于工物端的人员紧缺 所以并没有固定处事 而是工友们轮值 早晨等重点饭 得到几次 因为在冲冻期间 咱们人们是比较紧张一点 专门挑出一个做饭的大时间 就这样的现场就确实 所以 所以 大家来 回来一次来 轮了一座床吧 其他人家来 来进去帮助 今天做饭的师父 叫王有斌 他也是刚刚从隧道除冰回来 老王非常麻利地炒好了三个菜 又一锅一锅地给大家下挂面 饭后 职工们返回宿舍休息 工长马丁明来到厨房 和大师父老王商量 职工们下午的年夜饭 今天过年了 多下什么菜 咸 这些吃的也太清理了 咸 我看看 但需要买点啥青菜吃 然后给咱们弄过来 好 改善改善 超大 南州铁路局定期公务段 定期桥公区附近 没有商店 也没有菜市场 逼得最近的集市 距离公区要有两公里 除夕的当天 马和镇的集市空空荡荡 家家户户都在张罗着自家的年夜饭 唯独剩下公务段的工人们 在这里值守 王有斌在集市上走了半个多小时 都没有买到过年吃的东西 由于马上要过年了 集市上十几家卖菜的小贩 早已关门歇业 老王四处打听 才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菜铺 但所剩的菜都不太好 老王挑选的余地不多 这家有大白菜 这家有大白菜 多苦啊 都没完啊 从这儿 哎呀 这些都没了 我们实际家的菜铺 现在都没了 来 拿个 冲来的 冲来辣子 辣子 冻了 老板 就是冻了 今天 还卖两块 我还不便宜点吗 这一两菜卖不出去就该扔了 就乱了 算是七块 七块 能便宜点我老板 便宜最不能卖 这个 便宜最不能卖 这个金家几七块钱 就在老王去买菜的时候 马丁明他们也抽空到附近的川口村 拜访了一位老朋友 马河镇川口村村民袁雄 2015年8月 马河镇下了一场大暴雨 袁雄发现 大雨后一个树干被折断后压在线路上 立即告知公务段进行处理 对村民为确保铁路安全所做出的点滴贡献 马丁明他们一直铭记在心 回到工具后 大家一起动手打扫院落 相贴对联 挂上了细兴的大红灯笼 平日里 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 要过年了 马丁明特意组织大家 开展了具有工具特色的职工运动会 搬手腕 俯卧撑 下相集 职工们积极参与 为这个寂静的小院 增添了一些节日的欢乐气氛 活动结束后 工友们一起动手准备年夜饭 有的热馒头 有的帮着摘菜 老王是主厨 不一会儿功夫 一桌还算丰富的年夜饭 准备好了 马丁明特意放了一串鞭炮 和工友们一起庆祝处几道来 大家今年大年三十 大年辛苦的一年 新年快乐 多吃点菜 菜比较丰富 咱们的菜里头 来 咱们就吃了 动筷子 来 可以喝 来 是咱们家人节日快乐 咱们自己节日快乐 定期公务段 定期桥路工区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 就是这样开始了 没有家人 没有儿女 有的是兄弟和工友 尽管饭菜看上去简简单单 但是工友们却十分开心 从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人家其他单位到年关三十 不该回去过年了 咱们是到年关 是越来越忙了 我上班有三十多年了 也不知道是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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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个三十晚上 没在家和家人过过了 也记不清楚 慢慢也就习惯了 等以后退休了 在家就好得再陪一陪家人 第一年参加打兵工作的王强 今年二十七岁 是打兵组年龄最小的成员 和这群大书籍的同事一起过年 情绪多少有些失落 每年都在和家里人吃团圆饭 然后今年跟师傅们在一起吃团圆饭 想起来 小家了 吃团圆给这朋友打电话 我会回去去 过年 他封建了两种团圆 第一个是回家 第二个是亲人团圈 我认为是 咱们牺牲一个 咱们这七八年 一个喜欢的组 让更多的人 在龙岸县 尽管再回家 这是咱们最大的愿望 你说的 是吧 是吧 好 好 因为晚上还有一次巡查任务 定西公务段 定西桥路公区的年夜饭 只用了短短的六十分钟就结束了 年夜饭之后 马甸明和工友就立即赶往隧道 开始了巡查 除夕夜的除冰工作 从晚上七点开始 作业项目主要是侧沟撒盐 防止夜间气温下降 造成排水沟冻结 这次的巡查与早晨完全不同 因为白天的气温有所升高 多处隧道顶部开始渗水 在一处撒盐点 职工们掀开水泥盖板和保温层 仔细观察水量变化情况 刚才我看你们清理那个沟里边的水里面的石头 那就是捞那个石头干什么 因为是那个石头来对侧沟里面这个堵塞 影响排水 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 是还会造成结冰 还会影响这个排水 影响排水以后 如果结冰以后 然后可能造成这个冻害 这个水漫陷落 所以及时清理以后 水还会及时畅通排通 保证这个设备安全 清理完石头后 职工们将储冰盐洒在水沟里 用手均匀地铺开 由于盐水结冰点低的特点 防止夜间已经化开的冰块 再结冰产生动害 列车在隧道里通过时 不但寒风自古 还粉尘弥漫 职工们的作业条件极其恶劣 虽然隧道内工作环境恶劣 但职工们还是不能灰尘散尽 就立即投入线路检查 常常的隧道里 陪伴他们的是信号灯 幽远的亮光 还有永无尽头的两条钢柜 道纸 美力集団向雪雪航人倒年 美力集団向雪雪航人道年 九五四三二一 他也好 天一 露天一 фотограф BENJUi 回到朱迪 电视里春晚节目早已接接尾声 马天明又招呼大家 吃了一点妻子让他带来的速冻水饺 他觉得这样 职工们心里会更有家的感觉 职工们都休息了 马天明又独自来到洞口帐篷里 主动担扶起了指手工作 走进帐篷 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一个炉子之外 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 今天本来不是我职班 因为今天也就是特殊的日子 也就是年三十 职工都干了一天了 所以我这个当工长也得多担当一点 所以我就过来在这职个班 每两个小时 马天明要到洞口观察一次温度变化 并将数据记录下来 通过这些数据的积累 可以为隧道储宾工作提供参考 核对过数据后 马天明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老婆 你们吃了没 吃过了 你来 我们这 今天做了十个菜 这么多菜 你们还整得挺丰盛的 做的挺丰盛的 吃了个百家饭 你们 在等着这个冲节过完以后吧 好吧 那你自己到洞子里冷嘛 多穿点 工作可以注意安全 好吧 我们等你回来啊 好了 再见 马天明的妻子邱宇兰 也是公团的一名食堂管理员 夫妻俩平时虽然在一个大院生活 但由于工作性质不同 一家人总是聚少力多 马天明的父母去世前 都是妻子邱宇兰 一个人在照顾 他经常是 有的时候 看着他父母亲的照片 都很难过 父亲临终的时候 也是 他到跟前 他到家的时候 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 也不能 也没给父亲说上最后一句话 母亲也是 等到他来的时候 已经 已经 只能 只能睁着眼睛 看看他 不能说出一句话 所以他心里 都 也一直很难过 这件事情 也是一直 也是一个 不能释怀的事情 无论在哪里干活 马天明身边 总会放着女儿照片 但作为父亲 他觉得 自己亏欠孩子的 太多了 我们两个人 真的都很亏欠 这个孩子 有的时候 孩子一个 很小很小的愿望 我们都不能满足他 觉得真的很亏欠 又是一年除夕夜 马天明和工友们 还是在岗位上度过 从2008年至今 整整八年 没有与家人 一起过年 过年了 火车还要跑 我们还要继续坚守 只要火车运行安全 我们就放心了 2016年春运 兰州铁路局 预计发送旅客 达到427.5万人次 日均发送 10.7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4% 又一次创造了 兰州铁路局 春运人数的新记录 当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 和家人欢度 新春佳节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忘记 有许许多多 像马甸明一样 普普通通的铁路人 他们牺牲了自己 和亲人团聚的机会 在寒冷的冬夜 为我们守护着隧道 和列车的安全 保证了万千旅客的 和家团圆 感谢那些在节日期间 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铁路职工 也感谢他们身后的 每一个家庭 每一名成员 谢谢你们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央视查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